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黨團協商 那麼這一次的協商是應應北院行使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人事 同意權案相關的事宜 那麼委員會的對於這一次NCC的傳播委員會 就是委員會的人事同意權的審查 已經完聚送到院會 那麼在法令的規定 我們務必要在7月底之前完成這個同意權的行使 所以召開今天的這個協商 基本上就是由黨團共同來決定 要在哪一天來行使這個同意權 那麼在請各黨團發表意見之前 能不能請議事處來說明整個的旨意 院長 副院長 各位委員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是行使同意權 那原則上我們要訂一個上午來這個進行投票 那現在看起來理論上是可以加開院會 那如果不加開院會的話 目前我們的施政方針的質詢會到7月1號 換句話講是在7月5號之後可以排定來進行投票 那投票的時候是以出席委員的過半作為通過的門檻 那這個投開票監察員是由各黨團推派一人 那今天最主要是可能請各黨團思考看看是要在哪一天來進行投票 以上 好 那麼我們就請各黨團表示 針對NCC的同意權的行使大概定在哪一個時間 需要大概半天的時間來行使這個同意權 那我們請民進黨黨談 來 院長 各位同仁 是這樣子啦 因為就是要倒過來算我們的會期到7月15號 那二五開這個院會的時候 那我們有一些法案的處理 來得及來不及 所以是考慮到時間的緊迫 我會不會建議 第一個優先考慮是不是加開一次的 把這個非禮拜二禮拜五的時間 早一天的上午來加開這個院會 然後來做這個人事討論 我們很不知道各黨團是否能不能同意 以上是我們第一個主張 謝謝 好 來 國昌 國昌雄 為了同意權的行使 或者是其他法案的處理 要加開院會這件事情 時代力量全力支持 第二個部分 不過就今天要訂NCC的人事同意權的日期 時代力量沒有辦法同意 沒有辦法同意的理由是 我們在NCC人事同意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在交通委員會我已經非常具體的指出了 這次的被提名人送到交通委員會的資料 有虛無也不實 我要求他們補提更新的資料 還有所有的著作出來 到今天都還沒有提出來 在沒有看到那些資料以前 時代力量沒有辦法同意任何同意權行使的事件 因為我們必須要看到資料以後 再進一步決定這件事情要如何處理 好 國民黨黨團這邊有什麼 好 請請請問 是這樣的 我想同意權的行使是立法院 也是立法委員他的一個責任 那當然也必須要經過這個同意權的行使 才能完成整個的派任 那當然他也有他的一些時間性 但是對委員的審查是否夠嚴謹 夠完整 這個我想我們尊重委員會 應該委員會來決定 就是他整個這個審查是否已經夠完整 那如果說在這個完整的情況底下 因為我們的總質詢是到 照目前的排定應該7月1號可以完成 整個這個對院長的總質詢 所以如果院長總質詢也完成 然後這個委員會這邊 也就這個提名人被提名人的資料都審查 王俊的話 那本黨團我們是建議在7月5號就立即行使 那個大概也是半天 那先完成這個必要性的工作 我們的主張是這樣子 7月5號上午 對 7月5號上午 好 謝謝 這個好了 還有沒有其他 我們現在再請黨團助理來瞭解一下 那個剛剛時代力量所稱 所講的這個還沒有把資料送到的 這個狀況是什麼樣子 讓我們瞭解一下 我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大概從那一天聯席會議是6月1號 6月1號那天的聯席會議 我大概是倒數第一個還第二個 最後才輪到我質詢的 我質詢的時候也有請行政院的秘書長 針對所提出來的資料是不是符合規範提出說明 他也當場跟我承認錯誤 而且允諾要把更正的著作目錄 更重要的是把那些著作的內容全部交出來 結果到今天為止過去的這段時間 我的辦公室已經不曉得打了幾次電話了 要求他們把資料送來 遲遲不肯送來 我必須要很嚴正的講 這些資料的備期 是當初行政院要把這些備題迷人送到本院來的時候 他早就應該要準備好 他早就應該要準備好 結果到今天東西還沒有準備好 我還透過我自己的助理 到處去找那些著作 有問題的著作 我到目前為止 整個國家的圖書館 我只找到一篇出來 其他的我都還找不到 而我找到的這一篇 我找到的這一篇 是我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的角落才調出來的 裡面所標誌的內容 這個是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 他在著作目錄上面標示他自己的論文 那其他的部分沒有關係 我們等到所有的資料 全部提交出來以後 我們再一併處理 但是基於這樣的現實 我必須要很抱歉跟院長 還有其他黨團的同仁說明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同意 同意選行事的時間 處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他們的資料 要韓宋北院時間要拖這麼久 我報告兩點 第一點是 這個是在交通教育兩委員會在審查的時候 的確 他們在這個 他們的那個紀錄上面 他是有寫這麼一段話 就是說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被提名的更正資料 請行政院於本院院會行使同意前 韓宋本院權力委員 那這件事情 因為是委員會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他也沒有寫在審查報告上面 就是說他本身是沒有在審查 他只是在他的會議紀錄裡面 沒有審查報告裡面 那我們昨天的了解是 人事行政總處 他們目前在作業當中 那他們告訴我們的是說 下個禮拜 他們會直接 因為這個要求就是 韓宋全體委員 所以下個禮拜 他們會把所有的資料 更正資料 全部韓宋給全體的委員 以上 因為我們公報上 是有記錄這一項 就是請行政院 以北院行使同意權之前 韓宋北院全體委員 那如果我們時間定了 我們時間定了 後續的議程比較好安排 因為我們的議程都要前一個禮拜 就把它排好 那如果 如果說他前一個禮拜 還沒有送來 我們程序委員會 或許我們的協商結論 也可以把這個附加上去 就是我們在7月5號 國民黨黨團提議的日期 來行使同意權 那如果前一個禮拜之前沒有送來 那我們這個日期就往後延 因為我們這樣子 議程比較好安排 有單數的一個共識 院長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當然知道排議程滿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開這個政黨協商 我們只要接到通知 我們一定都到 就來決定這個時間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可能不是資料補充而已 搞不好會有虛偽不實的問題在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被提名人 其實就有問題 資格就會有問題 所以 我們的態度是希望說 他補齊了資料之後 然後我們看過之後 然後是不是 資料來了之後 我們可以再開一次 這樣的會議 任何時間我們都會到 然後再來決定這個 投票的時間 因為我們不要擔心的 不是資料補齊的問題而已 是不是有虛偽不實在裡面 那民進黨這邊 我想補了資料 然後大家都看過去 看過了以後 然後 我們再來決定這個 投票時間 我想 比如說 隨時都可以開這樣的協商會議 我想這應該是可以 我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訂了時間 如果這個被提名真的有問題 那反而會 如果 如果 是不是就像 那個院長所說的 我們就少一個再召集 反正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來 我們就 就 就 處理 也不會 實程讓他們可以先排定 排定說後續的 包括我們的議程 然後 我們立法院的整個實程表 都能夠先有一個確定安排 那 但書就是說 如果沒有達到 包括補資料 還有我們最後的確認 有些問題 那麼我們那個實程 我們就不予 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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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程排了 但是那個 剛才講的這些要素 還是存在的 院長 院長還有各位 其他黨團的前輩 不好意思 我想實在力量在這件事情的立場 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那我要再次的說明 這件事情 如果有任何的延誤 都不是本院的錯 如果有任何的延誤 都不是本院的錯 當初在6月1號 行使同意權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東西本來就應該要準備組了 我相信大家如果回去看一下 2012年 那個時候NCC委員 同意權行使的過程 以及後來所造成的後遺症 還有公民社會 對這件事情所提出的批判 大家就會知道 大家對於我們 在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是高度的關注 那第二個部分 6月1號開始要 今天幾號 17號 今天17號 過去整整兩個禮拜 東西都沒有交出來 那我們也不是說不講道理 我們要求的 堅持的就是程序上面 把該交的東西交出來 補齊了再來定時間 那剛剛國民黨團所定的 建議的日期是7月5號嘛 那是不是真的如期要在7月5號做 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還會出現什麼變化 我先不要做太早的論斷 但是我相信 請他們把東西交出來 那在那個時候 大家趕快再來開一個會議 協商的會議 再來決定具體的時程 第7月5號目標的時間 也是在一個禮拜之前 不會有任何延誤的情況 因為剛剛院長是說 最少在一個禮拜之前 對 議程才比較 對 下個禮拜 是20幾號嘛 從20到24號嘛 從20到24號的這個禮拜來處理 我想時間上應該還綽綽有餘吧 是不是可以建議這樣啊 就是說資料盡快補期 就算週六週日補 過來我們委員辦公室也都開著 那是不是在24號 我們再開一次會議來決定 是不是7月5號 剛才 啟程這邊建議的 來投票 我想這個 時間應該還是來得及 怎麼樣 來 你是不是說明一下 7月5號的話 那什麼時候程序委員會要怎麼樣子 對 把時間表了 我報告 7月5號的議程 必須是在24號有一個草案 然後28號的程序委員會去決定 7月1號跟5號的議程 對 所以是24號我們會有一個草案 所以是24號之前行上決定 對 就是那個 那如果24號早上決定 不是啊 他們越早送 我們就越早開 怎麼樣 那是不是在24號之前 我們再來召開 對阿 這是之前召開一個草業協商 好啦 副院長 來 我建議一下 因為這個是這樣子 審查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 時代力量黨團剛剛所提到的資料 但是資料就算送達 每一個委員 基於他個人 對這些委員所提供資料的正確與否 認同與否 所謂行使同意權就在於你認不認同 所以它其實是兩個程序 我同意就是說 根據 這個 教育文化跟交通委員會聯繫審查的結果 應該要將 委員想要了解的資料 要謹速送達 這個我同意 但這裡面又涉及到說 如果送達之後 歌委員還是覺得不滿意 那個要怎麼處理 那我認為這個程序 應該就是同意權的行使 所以我剛剛才會提到說 如果大家 我沒有很堅持 但我的建議就是 為什麼我同意 剛剛啟程委員去提到說 定7月5號 但如果資料沒有送達 譬如說這個資料 他就下個禮拜一也不送 二也不送 那當然這個7月5號的時間 是可以往後延的 但是如果資料送達 那大家又覺得說 我這樣看這個資料我也沒辦法 這樣要怎麼處理 那其實就是 那應該是 那個 郁敏委員提到 那個是同意權 就是我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人不私人 所以我才會提到說 程序資料送達 我認為這個是天經第一 我們要用立法院的態度 來堅持跟要求 但送達之後 資料送達之後 大家同不同意 這是第二件事 所以定7月5號的同意權 就在於說他資料送達之後 如果大家不滿意 那就否決他 那如果大家同意 就讓他過 所以我認為 資料送達應該謹速 今天透過草野協商 謹速要求 行政院應該趕快 將這個資料送來 但定7月5號 基本上這是一個 可以先定 除非他資料沒有送達 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來 來 吳瑋 好啦 我民進黨也同意 時代力量的主張 等送來之後 下個禮拜 再另外定一個時間 來確定日期 好 那請行政院的相關單位 趕快把資料補足 好 那這樣子 這個 國民黨的意見 是不是一樣 好 好 來 我補充一下 這個 要不要採用 應該是有意見的黨團 來 來 可以 一般來講 如果說我們對委員會送出的 結論有意見的話 就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種比如說這種同意權的 那補資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你對審查的過程 你覺得有意見 那你就是在院會裡面 看用什麼樣的意識方法 把退委員會去重新審查 所以有兩個途徑可以走 那就是看有意見的黨團 決定要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那時間上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 我們認為是在 是在 就是說你總質詢完之後的那一天 等下一次 非常明確 這個 國民黨黨團非常明確 那 我看我們就這樣子 在 我們要求行政院 盡速 盡速 將 所有 還有 委員的相關資料 然後 含送 扁院全體的委員 那 第二 是 等他資料送來之後 我們再決定 什麼時間來 來 行使同意權 那 基本上 我們就暫定 暫定 以7月5號的上午 來行使同意權 如果他資料沒有送來 當然我們就 就不必再 再處理這個時間吧 好不好 我覺得剛才 我們的立場 還有民黨黨團的立場 應該是資料送來以後 再來 召集 對 但基本上我們朝這個目標來做 我們有一個時間 行政院才知道這個時間的緊迫性 那我們一樣會召開這個學商來確認7月5號 一定還會召開這個學商來確認7月5號這個時間 院長這個是 你的財事是很符合我們的意見 我們很贊成 但是要一個小小提醒 萬一 我們當然也會去度出行政院趕快來送來 萬一送不來之後 你7月5號要排其他議程 因為我們 我們的時程是很緊迫 我們下個禮拜 因為大家也沒有採納說 是不是要另外加開一個院會 所以既然要用這個7月5號的時間 那我們剩下時間就更有限 所以 做個提醒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提醒行政院 對 在下個禮拜之前趕快送來 我們就立即召開 對 我們一定會這樣督促 我是說萬一行政院真的還違背承諾的時候 7月5號也要排其他議程 也不能夠說就這樣就空白 不會啦 那黃委 對 那黃委員就講這個行政要自己負責 好 我們就做以上三點結論 好 那我們就上會 準備來開院會 好 好 我先來開院會 過 到時候 感谢观看